樓上住家很吵 劉律師有遇過 對 其實跟陳達爾保護 或是跟觀眾說 我們常常遇到那種 樓上有聲音 導致樓下不舒服這件事 很多時候是大樓蓋的時候就有問題 我們之前我們其實也都不曉得 有遇過那種 這棟大樓明明是法定是9層樓 他硬蓋成10層樓 那他怎麼蓋 原本可能一層樓 正常要180公分或200公分高 他就讓他變矮 樓地板變薄 那樓地板變薄會怎麼樣 聲音就很容易傳遞 樓上走路樓下就會聽到 所以這個光買房 因為基本上 那個地板 如果比較好的建築 或是比較好的建築 他中間會有隔音設備 對 所以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買房的時候你就要知道 如果你進去看房子 你就已經開始會聽到樓上的 有一些聲音的 你可能就要去調這個房子的建築的時候 他那個樓地板面積有沒有特別的薄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住進去 你也知道你自己的小孩子 可能比較吵 或是家人會比較吵 自己去墊高 然後做隔音 這比較不會讓樓下有意見 對 我們再來最常遇到就是 你什麼都不知道就把它帶進去 那住進去以後 就開始樓上樓下 大家就開始疊對疊了 有可能樓上 就比較大剌剌 像我們遇到有的樓上 他就是晚上10點下班 下班回家幹嘛 看電視煮泡麵 吃東西 休息 洗衣服 弄弄弄就一兩點 樓下高點就睡了 然後從11點開始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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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 就吵了 那洗衣服會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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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會 你走路也會有聲音 夜深人靜更容易 所以樓下就開始 不要穿拖 這樣拖 你走路都有聲音 就開始不舒服了 那不舒服以後 就十一二點就上去跟樓上敲門 你這樣我很難睡 樓上我的上班就是這樣 其實樓上都不用買洗衣 你知道嗎 樓上都說 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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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我們都知道幾點 然後就會開始樓上樓下疊對疊 變成說我們在這個環保局 要檢舉噪音或什麼 很重要一個點就是 環保局來測的時候要有噪音 你當然一報警或環保局來 要錄啊 要錄啊 對 樓上就沒聲音了嘛 你就算你自己先錄好了 樓上就說這個是不是 這不是我的聲音 對啊 你自己去其他地方錄 我怎麼能做盪證 所以一定要一個公正地上來 然後正好錄到樓上在吵 通常這樣才比較容易被解釋 這樣困難耶 相當困難啊 我們就常常看到 一直叫環保局 跟環保局約半夜來 然後就都沒有辦法去抓到 對 然後而且樓下會越來越神經質 樓上或許不是他的聲音 或聲音真的很小 樓下整天一直注意在聽 因為他睡不著了 甚至沒有聲音 他也開始換聽了 對喔 開始覺得有聲音了 那就開始整個兩個關係 就越來越不好 那我們遇到最極端最糟的就是 樓下也知道 我找環保局沒用 告你沒用 我直接在我的天花板 也就是你的樓下 裝一個低音的 自動扒出震動的工具 然後 你還要做什麼 炒樓上啊 炒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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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還看他們表演過 設定暗半夜2點開始 很煩耶 就讓樓上睡不著 是喔 有這個東西嗎 壓環壓 你現在講出來了 自己也沒得睡 自己也沒得睡啊 但他已經有點精神異常了 就跟你拚了耶 玉石聚焚 就玉石聚焚了 半夜低音震動器 對 他也不用半夜 他是隨時你控制他時間嘛 他就故意調那個 樓上要睡覺的時候 這個對有對有你買嗎 我也不知道 沒金錢 很可能啊 有專家 讓我們找一下